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欢迎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收看 大家好,我是董静桥 也邀请各位在YouTube上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对节目议题有任何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来参与互动 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静桥好,大家好 还有海军舰长吕理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 先聚焦在内战 现在是打个不停的缅甸问题 今年的8月30号开始呢 缅甸军方连续队 蜡树、登尼还有脑秋 等这个北部的善邦进行轰炸 那迫使大批的难民呢 涌向了中缅边境的云南口岸 来远离战火 但中国政府也担心了 有这些武装分子混入其中 这些老百姓的群中 所以呢是关闭了边境的大门 还派出了核枪实弹的军警来助手 那缅甸媒体《金凤凰报》也指出呢 中缅边境口岸的这个贸易啊 现在几乎是完全陷入一个停顿的状态 那近年中国大陆在与缅北的叛军联手 打击电信诈骗这边是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但也引发了一些势力的不满 那军政府为了防堵缅北叛军南下 他们有可能把中国也拉下水 故意让这个口岸的贸易停摆 来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愿意的解读 现在中国已经被拉下来 但是还没有进水 他刚刚还在水面上浮了浮了 为什么 因为缅甸的情势真的非常的复杂 就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讲 吃这个也痛吃那个也痛 在边境的少数民族 或者不管是有汉人血统的国感族 或者克卿族或者其他的族 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一点 以前他们获利跟谋生的方式 主要是靠贩毒 贩毒啦 危害的不只是中国 而且是几乎主要的是欧洲跟美国 欧洲跟美国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后来贩毒变成销声匿迹啊 原因不在于说贩毒本身啊 这个没有生意 而是有更好的生意来的 就是电信诈骗 跟其他的相对一种 比较赌博的行业啊 都是在缅甸这边设立基地的 那少数民族这些人突然间 得到了一个很庞大的获利机会 势力就不断地壮大 而且更糟糕的 他们跟缅甸的养光政府啊 基本上是上下勾竄的 也就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护你 你捞到的好处要分给我 保护费要交 对对 所以这种形成一种保护费的一个机构 可是电信诈骗后来发现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 那以及赌博的这些所谓的网站 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啊已经无法接受 频频的跟缅甸的养光政府提出抗议啊 或者提出各种要求啊 但是你知道缅甸的政府本身不太稳定 经常换来换去 而且政治人物如这个跑马灯一样 而且军方的势力又很庞大 这个沟通一直很困难 最后不晓得谁想到一个怪招 那就倒过来扶持一些失事的一些反对势力 尤其是国感啊一些彭家的反对势力 那给他们的足够的武器或者这个资源 让他们能够反攻回来 打败了电信诈骗集团 跟这些赌博网站的这些经营者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反而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说缅甸的一些军事集团 它本来可以从中间获得很大的利益 反而没有啦 反而没有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使得原来的反抗势力 势力壮大了 不断地扩大地盘 两方面的摩擦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开始有打大型内战的一种状况出现了 那中国政府也被卷进去了 所以你看缅甸第二大城的中国的领事馆 就被人家丢手榴弹了 就是有一些不满分子 就是丢手榴弹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啊 缅甸政府最近又派出飞机 去轰炸这些所谓的叛军的一个基地 那这些叛军在反抗啊 就会造成边界的不稳定 所以很多的这个难民啊 就想要说跑到中国去避难 但是对中国政府最大的困扰 不是不收留这些难民 你根本分不清楚这些难民里面 有没有武装分子 有没有叛军分子 甚至有没有那些缅甸的一些 所谓的落败的军人 因为缅甸的军人基本上叛復不定 所以对中国政府很困难 所以第一个办法就先封锁所有的口岸 最有名的打漏口岸啊 它是跟云南的边界 这个边界里面每一天的贸易量 跟贸易金额都非常的大 那为了要避免武装分子 喘入这个云南地区啊 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图面上啊 中国没有办法 只好把那个军警全部推出来 站在门口 这个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那你这个时候 一时五刻要去把它理清说 彭华干到底是不是武装分子 还是李李师是武装分子 这个一万搞不清楚啊 不好去认定啊 就中国政府看起来每个都一样 所以这是很麻烦 因为它不是一种职业的军队 所以对于现在的情势的稳定啊 中国政府啊 可能还是要跟缅甸政府 或者是跟叛军啊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是不可否认 短期内来找到解决的方案 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所以先避免骚乱 可是另外方面 基本上这个地方 不会产生所谓人道主义的灾难 不像那个加沙走廊那种情形 所以还可以处理一段时间 是 了解 好 我们也观察到这场内战 缅甸军政府近期是频频受挫 那如果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呢 法刑社有报道传出 军政府的领导人敏昂来 他在11月份要去访问中国 那也是他自2021年 发动政变以来的首次访中席 先是在8月份 这个缅甸 在缅甸与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先见面 那三个月后呢 又要进行访中国大陆的行程 敏昂来他的目的是想 从源头来阻断国感同盟 这边的资源嘛 你觉得干哥 对 我跟你讲 敏昂来从2021年 他推翻了温山苏姬 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中国 那还要人家王毅先来见你 你自己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而且老实讲一句 中国其实在对于敏昂来 他虽然还不是那么的明显的态度 但是私下还是有供应他所必须的 比如说武器啊 各方面啊 可是中国对于反抗军也是一样的态度 为什么 就是刚刚委员讲的 你这个KK人区到现在还没解决 你怎么真的解决 我们中国人受到这个 诈骗集团的伤害 已经以数十万人计 都是从你缅甸来的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打是不是 反抗军来打 好 三兄弟联盟来打 什么德昂军 国杆军 还有一个叫若开军 这三个武装抵抗势力 叫做三兄弟联盟 还不包括克钦独立军人 所以你刚刚看到画面上也说 缅甸军方连续对 纳旭 登尼 脑秋等 善邦北部地区进行轰炸 为什么 全部沦陷了你知道吗 政府军节节败退 节节败退到 我刚刚看到昨天那张照片 我傻了 你知道吗 那是俄罗斯提供的 155加农炮 算是好的东西 算是先进的武器 重型武器 政府军撤退 丢了 不要了 你知道 你就会觉得说 连这个都不要 你都已经被国杆军给缴获了 那我跟妳讲 现在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是什么 是如果这种画面都出现了 那中国就要想 敏昂来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控制国内的情势 当初在释放翁山苏姬之后 其实中国是带 他们的想法是欢迎的 友好 为什么 因为翁山苏姬有一个能力 他虽然是民主派 但是他可以把免得了这么久的长期混乱的局势给稳定下来 我跟一个稳定的领袖来谈合作 我们一带一路 不是很好发展吗 结果他被软禁了 被软禁之后 绝对待之的就是敏昂来 敏昂来推翻翁山苏姬之后 就变成不可靠的政权 你知道为什么不可靠吗 中国其实在世底下有讲 这个人不可靠 不可信任 而且中南海不喜欢他 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 敏昂来这个政权 所以你就晓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没有办法 稳定他国内的前线的这种局势的话 虽然他还不至于叛军会打到内比都来 内比都就是新的首都 我们现在已经要知道说 缅甸首都不是仰光 叫内比都 刚刚你在签 2022年签都的时候 大家头都昏了 突然就是搬过去了 你知道吗 政府没有搬过去 你到底是在干嘛 就是说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政府其实是蛮混乱的 所以说我跟你讲 中国还是希望是文人政府 因为它在当地有投资数十亿美金的 比如说矿业开采 然后还有油管 还有基础设施 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 其实缅甸现在的情况是反华的 缅甸内部国内的情况是反华的 尤其是军方是反华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都需要中国的武器 他才能够去对付叛军 叛军也要有这种东西才能够继续进攻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少数民族的这些军队 如果米昂来在短时间之内不能解决的话 他有倒台的危机 倒台危机对中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也从缅甸的动荡 观察到背后的大国角力 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一项分析指出 虽然美中两强都在寻求缅甸的局势 可以走向一个稳定的方向 但他们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美国这边是透过对军政府实施制裁的方式 来表达对缅甸民主运动的支持 但中国这边他们是坚持不干涉内政为原则 让缅甸根据自身的政治传统还有国情 来选择他们发展的道路 特别是从地缘政治还有文化传承来看 其实中国跟缅甸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想问一下 进展你怎么看中美对于缅甸利益 还有影响力的差别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最新的缅甸情势 事实上来讲 这一个三兄弟联盟已经进入了曼德勒这个地区了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上面的这张口岸的话 其实是藤冲 那这个藤冲这个地方 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可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所口岸的大铁门 所有的铁门全部拉下 因为这个人数已经太多了 满山满谷都是 那其实这个状况 也就是三兄弟联盟跟军政府的对抗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曼德勒的附近 其实早就已经 就是如果说我们对比这两张的话 早就已经都是三兄弟联盟的部队 那奈比都附近的话 事实上来讲 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平静 可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也不过就300公里左右 其实非常的近 那也就是现在进入了曼德勒 下一个就是奈比都 那如果说我们谈到中国大陆 在这个缅甸部分的这个投资 如果从地缘战略来看 最重要的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角飘 角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深水港 那现在完成的就是这一个有关于油气输送到云南的部分 另外就是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事实上 如果我们用最新的一个卫星照片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船屋 这个船屋在哪 这个船屋在仰光 它其实是迪拉瓦的一个造船厂 这个也是中方来进行投资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都跟我们大陆所谓的一带一路 或者是所谓的珍珠链有关 我们现在看到仰光的那个刚刚看到的造船厂 其实在这里 脚飘在这里 那美国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说 它好像没有介入 它有介入 我们还记得这个孟加拉 它的一个总理不是就是说有白人介入吗 介入要它的圣马丁岛 因为如果它有了圣马丁岛 那个脚飘跟仰光 其实它的后面都等于是有另外一个威胁存在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它对于缅甸而言 那个事实上是不可或缺 但是缅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 也就是在印度洋的战略支点 如果这个战略支点失去的话 我们这样子看 也就是从麻六甲海峡出来之后 其实要一路到达汉班托塔港这边 然后再进入到瓜达尔港这边 才能进行补给 而且最重要的油气 就没有办法从脚漂这里 直接送到云南去了 那这个也就是会耽误中国大陆 没改气的一个进程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 好像大陆政府实际上对于 无论是三兄弟联盟或者是军政府 在中间好像难以平衡 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根据纽约时报与习耶娜学院 在10月25号发布的最终民调显示 这个川普跟贺锦丽 以48%打成平手 谁胜谁负还有悬念 而且两个人在众多议题上 是互有领先的 不过我们来看到 有些颠覆认知的数据 就是贺锦丽遭到群众抗议的次数 竟然是遥遥领先的 竟然比经常说错话惹议的川普还要多 这个统计时间是从7月到10月做的 当时拜登已经宣布他不再连任了 全球一共发生了147起成抗的事件 其中有85件是对着贺锦丽 另外的56件是冲着川普 其他6件是两个人都被抗议 川普也认为贺锦丽不够强大 如果他当选的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像 对待一个婴儿一样对待他 哇 这样的说法 那这样子我们如何观察 贺锦丽这阵子的竞选运动 还有为什么美国的选民会觉得说 他说话好像都有点空 不太具体的感觉 建长你怎么观察 如果我们看最新的 两份民调来看的话 那刚刚靖巧所谈到的是 上面这份民调 就是纽约时报的民调 那也就是贺锦丽跟川普 其实是打到一个平手 可是如果我们看 也才刚刚做完民调的这一个 华尔街日报的话 其实川普是略为领先 领先三个百分点左右 而且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有其他议题的部分 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谈到 这个议题其实深深的影响到 这一次的一个选举 我们来看说 这一个议题里面 相对于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二三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经济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堕台的部分 第三个议题是有关于移民 那我们看到说 如果说对于经济来讲的话 川普是处理的比贺锦丽好 那如果说我们同样的 看刚刚华尔街日报的话 同样也显示这个状况 所以虽然他们的 那个抽样的对象不同 可是反应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于堕台同样也是这样 也就是贺锦丽大家比较支持 因为同样的女性的自主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那同样我们如果看到 有关于堕台的话 同样也是川普 他的支持度是比较低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移民 大家是比较反对不断的 有这个移民从南部的各州上来 那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份 那个也就是华尔街日报 他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贺锦丽他还讲到说 有关于野子的故事 野子的故事是什么 其实他其实在强调一个家庭的价值 也就是他告诉年轻一代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从野子株上掉下来的 都是爸爸妈妈跟祖父祖母带大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刚刚讲到最新的这一个 有关于他在礼民大会 宾州礼民大会的这一个对台里面 所有的名嘴跟主持人都对他的表现 非常的质疑 然后甚至还给他了一个 这个叫做word seller 也就是致辞的一个沙拉这一个称号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对于 无论是内政或外交脑袋是空的 然后但是他很认真的 那个博学强记了一些东西 你问到他A的问题 那但是当初他没有准备A的问题 他就拿D的问题直接塞进来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他的言语非常闪烁 然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真正的原因也就在此 但是贺锦丽这个表现 其实就让川普的支持度会更高 为什么 因为从拜登的后期 他无论是跟空气握手 或者是那个登机的时候摔跤 大家都一直怀疑 拜登的后面有一个深层政府 那同样的贺锦丽现在的表现 然后让大家更加深了 民主党背后 其实是有一个深层政府存在 所以等于是我们选 就是对于美国选民来讲 我们选上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傀儡 后面的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相对于川普而已 川普这个人就是 我说不我在 我怎么说就是怎么做 大家会比较相信川普 所以其实我们从现在的民调上面看来 他们是短兵相间 而且打个平手 但是实际上来讲 真正的重点在于摇摆轴 了解 我们也观察到每次大选 经济绝对是选民最关切的议题 大家都想安居乐业发大财 来看到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这位李兹教授 他其实带头做了一个连署信 直指川普的经济政见 包括了大幅提升关税 激进的减税 将导致物价上涨 还有扩大赤字跟家具不平等之类的 那要知道 这一封连署信 可是有23位诺贝尔经济奖的得奖者 他们联名发表 你可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 那他们都力挺贺锦丽当选的立场 我们可以怎么观察川普跟贺锦丽 在经济方针的分歧 以及为什么这两者都在躲避 必谈美国国家的问题 委员你怎么看 客观来说贺锦丽没有政策 贺锦丽没有经济的议题或政见 他是空的 所以刚才立体师讲得有点客气 他根本就草包 他怎么知道经济政策是什么 他真的是草包 在去年的时候 民主党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说拜登老爷子 你身体到底行不行啊 他们害怕说 他万一身体不行 来接班的就是贺锦丽 哇 想要民主党玩的 哇 美国玩啊 因为他根本就是个草包 那他草包是民主党人共事啊 就没想到今年整个的选情啊 像一个少年拍的奇幻的漂流 什么奇幻的漂流 怎么会一场辩论的时候 所有民主党的金主都要逼迫 拜登下台 然后拜登就指定贺锦丽接班 那贺锦丽一接班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啊 产生一个奇妙的效果 因为在民主党大会那一天 刚好也是telorship 说要挺这个贺锦丽 民调冲上最高 整整赢这个川普赢了快要8% 民主党的群情 这个激愤非常开心啊 他说哇 救世主凭空而降 结果没隔几天都开始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哪里了 就还是出在他就是个草包 要包装包装得很辛苦 后面的深层政府 要包装他都包着那个包装皮都一直掉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刚开始他民调上去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有很多的女性选民讨厌川普 就跑去支持贺锦丽 女人支持女人 这理所当然的 如果在选举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切割 说这个彭华干具有什么特色 我具有什么特色 然后我把彭华干切到那个最不利的位置上面 我最有利的位置上面 我们两个竞争我就会赢了 结果如果说 川普说我是男的 贺锦丽是女的 那我看这下完了 女的投女的 那女性的选民的投票率 经常比男性高 这麻烦就出来了 所以川普很不利 结果没想到后来 第一个就像刚才建长讲的 贺锦丽表现让她觉得不够格当美国总统 这些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个川普就抓了她打 你跟习近平谈判 你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你根本 那美国选民会接受这种说辞 因为看到贺锦丽的表现 就是一个哈哈姐 好笑好玩 但是不能够挑大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更糟糕 就是后来这个川普啊 这个特别强调啊 这个福音派的这种基督教的理念 那一场暗示什么 贺锦丽本来是印度教徒 转归依基督教的 就这一招竟然发生了效用 什么效用呢 就是贺锦丽的女性支持者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因为经常上教堂的女性都比男性多 所以这个时候选票就开始移动 再加上贺锦丽犯了很多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有一个人在贺锦丽的场子里面 快结束了 喊你说Jesus law 结果她怎么 她当场回应了 她不是跟着喊 因为我们一个佛教徒说阿弥陀佛 她也叫阿弥陀佛 她不是 她说你走错场子了 哇 那个士兵在美国疯传 这一下子那民调就一直往下爬 那民调的问题 我跟他解释一下 如果共和党 这个赢 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共和党候选会当选 那民主党候选人赢共和党 要赢很多才会 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几个 这个所谓经济学教授 我并不看好 为什么 经济学家 在做科学分析的时候 是一个科学家 踩到政策里面 都有个人的想法 就像我刚才跟华干修讲 我们台湾有一个 诺贝尔奖得主 他反对 中央研究院门口有捷运 你现在想的不可思议 可是这个真的发生了事情 所以他们的证件是说 怕这个川普的会减税 可是川普说 这个我不只对有钱人减税 我对一般劳工的小费减税 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收入减税 还有加班费全部减税 所以这个东西减税 会造成赤字扩大 那造成赤字扩大的时候 会家具不平等 这个都对 可是这不是选民在乎的 选民在乎的是物价上涨 可是他们不相信 Stickless讲了说 这个加关税就会物价上涨 他们并不相信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大家都认为 这段时间美国物价上涨的原因 是恶乌战争 以及大量的发钞票 这个所造成的 而且发生在民主党任内 所以川普更容易把 这个通货膨胀 归咎于赫锦利跟拜登 所以这几个诺贝奖得主 事实上对这选战 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也观察到 每次打选战 除了正规的政策之外 抹红抹黑还是抹黄 也是很常见的手段 又有一位前模特威廉斯 挑出来指控 川普曾经对他性骚扰 其实也不是第一位女性 说川普有过类似的行为 那现在左派也是狂打 川普疑似有非常羡慕 纳粹的这种说法 把他打成了是法西斯分子 那这个纽约时报呢 也说他是拥抱孤立主义 那我想问干哥 觉得无论是贺锦利也好 川普也好 这两个人谁当选了 以中国的立场来说 会比较不利 其实说一句实在话的 老实讲一句 在国防跟外交政策上面 川普是比较激进的 所以你认为这样会对谁 比较 对中国会比较不利的是哪一个呢 你也看到那个性骚扰案 那个爱普斯坦就是当初介绍川普 给前模特威廉斯认识的 你知道他们最近是在什么节目上 是在贺锦丽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 叫做Survivor贺锦丽 信存者贺锦丽的这种节目上面 他就是要加强女性主义 对于川普的厌恨 而造成的这样子的印象 说你看又有人跳出来了 你们听到很多川普的事情 我告诉你 这是他跟爱普斯坦两个 哥良好一起干下来的事情 急性丑化 所以川普就阵营 他就反驳说 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证据在哪里 那现在坦白讲一句 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讲说 他是拥抱孤立主义者 其实也有一些迹象可寻 比如说他其实是要靠实力来保护美国 他从阿富汗撤军 从伊拉克撤军就代表什么 他已经回 就是说美军不应该是要部署在那边的 川普很早就要讲说 应该要指向中国 中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美国 就是他川普在任的时候的 前国防部助理部长柯伯基 他就有讲 川普那时候认为什么 川普认为说 你如果说我跟你讲 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孙子 他们生存最大的威胁 我跟你讲 在经济上面 而经济上能够对美国造成最大影响是谁 是中国 所以我决定 如果说川普要做第二任的话 他从德国撤回十万兵 为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美国在德国的驻军是北约里面数量最多的 他说至少要撤回一半 为什么 这一半要部署到关岛 要部署到夏威夷 准备要对付印太的局势 印太的局势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中国 还有你竟然去提供那个标准六星可以打卫星的飞弹 去干嘛 去对付夜门叛军 然后这个飞弹是要准备要打中国卫星用的 因为杀鸡用牛刀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得出来 将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当然对中国是比较不利的 了解 好 干哥认为川普当选对中国在军事角度上面是不利 那如果观众朋友 对于这个最后美国大选白热化的阶段 贺经理还有川普最后谁会献出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那下一段节目回来要继续跟三位来宾探讨的是 全球的航空业话题 美国波音虽是一箩筐还在持续上演 还有中国大陆的C919客机 能否趁势布局全球市场的机会 波音虑